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大 我跟你说 你当我是老大以后就不要再干了 听见了没有 按进度来看工程会按时完成 工程方面怎么样 没问题 一切很顺利 安俊 辛苦了 大人比不上你舒服了 不跟你谈了 我还要上去看一看 好 阿发 三楼的水管弄好了没有 差不多了 八哥 那边有点事 你过去看看吧 好的 高先生我去看看 待会儿我再找你 待会儿我再找你 auch宝宝 去厨所 先帮我越讲 炸菜 找你 适应 搬 那 你 还 正好 阿朗 小心点 小心 三叔 谢谢你啊 警官 哇 你的脸色很难看 我没事 办好了没有 怎么样 上次那些已经没货了 江叔这次的更棒了 金哥 我有事先走了 慢慢享受啊 再见 老俊 喂 阿俊 阿俊 你去哪儿 一起吃饭 好 有没有谈恋爱啊 没有 喂 有什么好介绍 说正经的 有没有啊 真的没有 如果有好介绍记得通知我啊 你不要突然吓我一跳啊 吓你一跳 你跟阿红结婚才吓我一跳呢 哇 你真是不小心啊 我去看看怎么样 喂 阿俊 爆胎了 开心理箱我帮你换吧 帮忙了 阿浅 是dal 我叫我快ickers 什么事 没事 刚才毕个老伯 所以车胎爆了 我拿纸操他手 很快就可以换好的 谢谢您 警官 先生 请你跟我们回警察 去协助调查 你跟踪他 知道 小心点 阿朗 来 阿鸣 刚才那两个人犯了什么事啊 涉嫌藏毒 现在正在调查之中 上次迷惠要的案子 就是那个小子破坏的 哇 他这次被你抓住啊 你可以公报私仇啦 黄家警察是公正言明的 哼 你真正义啊 要不要搬一个模范案奖给你啊 当然要了 二十二辉 负责这种大麻案子 替他们露口 是 那包大麻怎么来的 不知道 别以为一句不知道就可以脱身啊 警官 那包大麻不是我的 你当时跟你朋友一起 不是你 那就是他 我不知道 那包大麻在你身上找到 你怎么解释 别以为你不说话 我们就可以不控告你 到了法庭你就知道 你还嘴硬啊 是的 我亲眼看见 那包大麻从成朗身上掉出来的 你认识成朗多久了 呃 我们小学一起寄宿的 我高他两班 不过他这个人从小到大都很反叛 所以才把他送去寄宿的 那你呢 我是孤儿 认识了二十年 一个是建筑师 一个是工地的小管工 这么好朋友 呃 他是我大舅子 你跟他妹妹结婚多久了 我们最近才度完蜜月回来 以前有没有见过他说大麻 我不知道啊 你真的不知道 你想清楚啊 呃 其实最近这一年 我们才重遇的 我听他说他去了台湾七年 我们根本没有联络过 他在台湾干些什么 听我老婆说 他读书不成 所以跟一些太保做 做特技人的 会不会在那时候学臭大麻的 不知道 他跟什么人往来呀 呃 有一个叫阿宝的 最近从台湾来投靠他 呃 呃 还叫他老大 是真的 那个阿宝多高 长得怎么样 多大岁数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不是太高 呃 身材很瘦 皮肤很黑 二十多岁 呃 警官 其实程朗这个人 不是那么坏啊 可能他跟那些坏人在一起 才会这样的 会不会有罪啊 只有法官才知道 谢谢 谢谢你 高先生 不用客气 跟警方合作是我们市民的责任 香港有你这么好的市民 我们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太客气了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对不起啊 阿舍 啊 阿惠啊 提我把这份口供给警官 谢谢你啊 不用 哎 走吧 进来 警官 什么事 我了解程朗的为人 他绝对不做那种事情 你进来就是跟我说这些 警官 你凭什么说不是他做的呢 凭你们之间的感情 还是凭你的直觉 你身为皇家香港警察 你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 凡事要讲证据 那包大麻从他身上掉出来 阿辉亲眼看见他在酒吧 跟卖迷欢药的人在一起 你有什么证据支持你的看法 没有 如果没有那请你出去 好好地反省一下 是不是太感情用事了 阿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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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收 阿居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阿居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阿居想怎么样 现在控告阿郎涉嫌藏毒 没理由的阿郎绝不会做出这件事 阿居啊 你一定要帮阿郎啊 是 怎么无缘故会抓他呢 阿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我没犯罪 我没事的 他们为什么抓你 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抓你的 怎么 怎么 陈郎 现在警方控告你 在本年三月五号 在八支路身上藏有大麻 你们凭什么怀疑我儿子啊 我儿子不会藏毒的 你们冤枉我儿子 我可以控告你们的 老伯 这是警署不是菜市 这怎么 阿居你说 这这这这怎么办呢 陈郎 我可以随便抓人的 你先保识阿郎出去吧 那当然了 来 走 那真是没理由的 那到底为什么无缘无故 会惹上官妃呢 这这这 全哥 别再说了 嘀嘀咕咕的 阿郎心里现在很烦嘛 对了 阿郎 方姐相信你绝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哎 我听将军说了啊 但是你和阿郡在一起的 会不是阿军哪 进去笑 哎哎踵哥 勤哥 喂 阿郎 阿郎 嗨 我挑了很久啊 漂亮漂亮 太贵了 真是的 我给钱也不嫌贵 你反而嫌贵 你不嫌贵 这要能提 mai穿的舒服吗 将来生个白白胖胖的孩子 这衣服要穿很多次的 阿郡说要生一个足球队出来 阿隽啊 喂 阿隽 你有什么无精大采的 什么事啊 不舒服啊 没有 我很累 是谁啊 过去开 这布料很好啊 当然了 一分钱一分货嘛 阿隽 大哥 发生什么事啊 是啊 发生什么事啊 没事 好了 我跟你出去谈 阿隽 阿隽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害我 你说什么 谁害你啊 现在警方要告你关我什么事 阿隽 我看见那包东西放在你身边 我不知道是大麻 我更不明白你为什么把他放到我口袋里 你说什么呀 你说什么大麻 警察亲眼看见那包大麻 从你的口袋掉下来 你放进去的 你现在演戏吗 演戏要看自己也没有本事 我高天君质问比不上你成郎 如果你说我害你 你首先要看看你自己什么底子 你说什么 我是一个工程师 一个建筑师 我老板打算升我做总工程师 我有大学程度 我有美好的前途 你算什么 你只不过是个小流氓太保嘛 你根本就没有前途的 你再次坐牢根本没有影响的 阿隽 你是人我也是人 你不是很有义气为朋友的吗 你 你 这拳我不跟你计较 不过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你老爸刚把你保持出来 你敢再动我一根寒毛 你会有麻烦的 你老爸也有麻烦 高天君 我今天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我早已看清楚你 请你以后要想清楚 以后跟人家推心致敷的时候 问我自己什么玩意儿 怎么样 你爸爸怎么说 阿隽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哥哥不会藏毒的 您帮帮他 你说什么呀 我怎么帮他呀 你们两兄妹别再烦我好不好 老是让我帮他隐瞒事实 你让我怎么隐瞒呢 警察亲眼看见那包大麻 从他的衣服掉下来的 我能怎么样啊 阿狼为什么会藏毒啊 哥哥不会藏毒的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冤枉他吗 你相信他还是相信我 阿隽 阿红啊 你是我的太太呀 如果你相信我 你应该心平气和地听我说 警方不会乱抓人的 没证据是不会抓人的 根本就是藏毒啊 别哭这样了 别哭了 你这伤心会影响胎儿的 我会心疼的 知不知道啊 对了阿黄 别这样 希望阿狼平安无事就好了 本席现在宣判 被告成郎 被控于本年三月五日 藏毒罪名成立 判监六个月 姑念初犯 尊以缓刑一年 阿狼 你想干什么 阿狼 阿狼 走开 你心里很难过 我是很明白的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 你现在是缓刑啊 不能惹事啊知道吗 阿狼 阿狼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不起了 你不要生气 这件事我也很难过 你现在要说冯良话 别理他 走 爸爸 阿狼不是这个意思 你过来 你认他做老公子 别认我做老爸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话 难道我说错了吗 明明是他栽档假货吧 你亲眼看见的吗 谁受 老天会受你的 小的我可以告你了 阿狼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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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我会打了 别打了 放手 快快帮忙 快带她去医院呢 快快来 全哥出来了 医生医生 我女儿怎么样了 医生我是她丈夫 她怎么样了 你太太已经度过了危险期 我们已经尽了力了 可这胎儿我们保护了 我才知道 订阅她是她的 我老是她的 我还能去帮忙 我会打了 那是她的 你不想在这里 我来帮我 这以后 我帮你 我帮你 我帮我们 我帮你 我帮你 你帮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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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了 你哭还得不会回来的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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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年轻啊 还有机会 再生几个也可以 我高天君要得到的 一定能得到 高卿说高太太不想见任何人 那个病人是我的女儿啊 难道爸爸见女儿都不行吗 是啊 为什么不行啊 让我为难好不好 什么事啊 我们见阿红不关你的事 阿俊啊 让我们见那阿红了 干吗要问她呢 她有什么权不让我们见去啊 叫警卫 是 阿俊 我就不相信她这么凶 前叔 算了 这样只会令阿红难受 我们改天再来看她吧 爸爸 文艺说得对 我们先回去吧 啊 阿俊 你别这样对她 阿俊 你只知道有爸爸 你要爸爸就别跟我在一起 好了 什么事啊 什么都没有了 难怪人家说啊 嫁出生的女儿就是泼水 真是没错啊 全哥 你不要这么说阿红 她不是那种人 养女儿养大了呢 她要老公就不要爸爸了 是不是 哎呀 一个是老公一个是爸爸 阿红她很为难的 她有什么为难啊 怎么为难啊 我现在养不起她吗 我养得起她吗 那个阿红真是糊涂 明知自己的老公 那么没有人心啊 哎呀 连自己人都要性害 哎呀 好了好了好了 别吵了 你就会帮着她说话 你烦死人了 烦死人了 哎呀 哎呀 我怎么会那么糊涂 无缘无故和答应 把女儿嫁给那个混蛋 你呀 你看那阿俊是老朋友呢 他带你是傻瓜 阿老 你上哪儿去啊 干嘛 到哪儿去 好了 你干嘛 吵吧 吵吵吵吵 算了吧 吵吵吵吵吵吵 那儿子都让你吵走了 大的事情 小弟也失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俊说 如果是儿子 就就做阿大 要是女儿 就就做阿秀 高大和阿秀 阿哥 我真是不想的 我真是不想的 阿侯 不关你的事 阿哥 我知道我令爸爸很伤心 令你对我很失望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该怎么做 阿俊他 始终是我的丈夫 阿侯 现在最要紧的 是先把你身体调理好 其他什么也没想 知道吗 大哥 我想求你一件事 大妈哪件事 我求你原谅阿俊吧 你臭小子这么害我 如果你不是我妹妹 在法庭上我一定把他供出来 大哥 你再一次看到我的份上 你原谅他吧 是阿俊错也好 无论怎么样 上天已经惩罚了他没有了孩子 哥 你原谅他吗 是官司 有警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什么意见 不过我呢这个 不过我呢这个 有几句话想说出来 让大家参考一下 好 好的 大家不要怪我 头一趟买地发展 所以问题比较多 好像我不明白这面墙 为什么是粉蓝色的 粉蓝色呢很容易脏啊 那还有一个窗框 又用三角形的窗框 这样虽然可以省这个条纲 可是我算过成本会增加了 是不是 唐先生 呃 那面墙的颜色 田先生你也留意到啊 因为外墙我们用蓝色 而蓝色呢就是 就是男人的意思了 田先生你是大老板 那当然一定是望田先生了 哦 那么这个三角形的窗框 又怎么样啊 至于这里的三角形窗框呢 当然是三三不尽 六六无穷的意思了 要望田先生你大老板嘛 当然是越会越好了 就是取其不尽的意思了 哦 还有啊 我们这个工地呢 主要的客人都是来自新界的 而这些新界人呢 他们刚刚才跟政府换了地 换了地之后呢 他们有大笔资金 而这些人他们对于风水之说 非常的相信 所以我们这个工地的设计 就完全是针对这些人设计的 嗯嗯 对 对风水我没什么研究 哎 小伙子 你的脑筋转得很快啊 这样好了 那我就这个交给你来设计吧 谢谢 哎 何俊 既然你脑筋转得快 看风水又在行 将来你不做建筑师 也可以改行替人看风水啊 不过这样 你要记住 要找一个旺丁的风水位 什么意思 我说的不对吗 你不想天丁发财吗 进来 景哥 我听到风声 汤先生可能会生礼茶做合伙人呢 我早知道他会这样做啊 可是你一直是呼声最高的 可是你一直是呼声最高的 傻瓜 其实很简单呢 他记财嘛 哦 就是因为田氏那件事 抢了他的风头 有机会他还不报复吗 看来在这里我是没什么前途 田先生 谢谢啊 田先生 坐坐坐 有什么事啊 不知道田先生有没有听过一句成语 毛随自荐呢 你来是考我成语的 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来想告诉田先生 我在外边开公司 好啊 年轻人应该有志气自己创业 替人干一辈子 也不会有出头之日 所以最要紧的是 田先生你能够全力支持我 慢着 这个价钱怎么算哪 比外边少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 好吧 我那幅地的图则就交给你来画 田先生你真爽快啊 其实这个老实讲啊 我对你的设计很有信心 不需要找别人 一来呢可以扶植你 这个创业 二来呢我也可以省一笔 何洛尔不韦呢你说 最要紧的田先生你多关照了 其实不是关照 最要紧是你自己争气啊 我田淑泰是过来人了啊 我一想都乐意栽培后辈的 要是让汤卫年知道了 你抢了这笔生意 一定会起得心脏病啊 这么一点打击也受不了 怎么做大事啊 对了 经哥 你递了辞职信没有 你跟不跟我走 放心吧 不会有问题的 只要我们投炮搞得妥妥当当的 和田淑泰的关系保持良好 以我和你的实力 不怕没生意啊 那要是万一呢 我们没订单 大不了就关门了 起码我们也赚了一大笔嘛 我们两个合作 一定没问题的 不用怕 你当然是没问题了 你不要说这种话了 我们两兄弟嘛 我会看着你的 进来 喝杯咖啡吧 谢谢嫂子 那办公室我已经找好了 辞不辞职在你 怎么阿俊你打算开公司啊 是啊 不如我也出来帮你啊 反正 求在家里也没事干 家里的一切事物 也有住典工人帮忙嘛 我看还是不应了 那你现在身体那么差 留在家里多休息点嘛 跑来跑去很麻烦 是不是 嫂子 你看京哥多疼你 我看见你 方姐 阿红 你回来了 怎么站在门口呢 你爸爸不舒服 来 快进去 来 进来 进来吧 到家了 还怕什么呀 全哥 阿红回来看你来了 爸爸 怎么 你老公舌头放你回来 看你爸爸了吗 哎呀 坐下再说 来 买什么呀 看看 压舌头 压舌头啊 你看女儿多孝顺哪 买压舌头回来 给你下酒的 你看 我还有病啊 还下酒呢 爸爸你没什么吧 我没有死啊 谢谢你关心 女儿当然关心你了 不然怎么会回来看你呢 我说你真不关心女儿 也不问问女儿怎么样 还有我问她 她现在有老公问呢 还有爸爸问吗 跟你说远是白说 阿红啊 这次小产哪 比病还要伤身体啊 你要多吃点补品 把身体补好才行啊 知道了 方姐 自己怎么会补啊 一向都是你弄给他们吃的吗 总而言之 一提起吃的你最在行的 你是专家 专家 你爸爸这种牛脾气啊 这是十年如一日 真拿她没办法 爸爸瘦了 他是瘦了 最近总是没胃口 阿萍呢 也很帮忙的 弄了很多小菜啊 给他尝啊 给他吃的 不过他总是不想吃 有什么办法呢 算了 搞来搞去 喜欢吃的话 我自己会吃的 前几天有个客人呢 送了个补品来给我 我这是牛命呢 我不喜欢吃这些补品呢 洪啊 你看 你从小到大 你脸色从来没有 现在这么难看的 你拿回去补补身体吧 全哥 你的客人送的东西 怎么不把价钱撕下去呢 洪发行 是不是我们楼下街口 拐弯的那间呢 那有什么稀奇的 那人家去经过楼底下 买过不行吗 行 怎么会不行啊 买多一点都好啊 鸭舌头 一点味道也没有 那在哪儿买的 在我家附近那间附近买的 怪不得的 鸭舌头最有名的是 菜市场门口那敲街的 那家那个叫龙记啊 那里鸭舌头才好吃啊 龙记 嗯 阿弘来怎么会顺路去龙记呢 什么 不顺路是怕没有心呢 好吧 那我以后去龙记买 行动组的陈警官的移民 已经批准了 所以临时取消了 去苏格兰受训的计划 我看过你的记录 一向表现非常好 所以我打算推荐你 去接受这个训练 推荐我 不错 时间无多 下个礼拜就要启程 所以我给你两天时间去考虑 这里有一份所有的资料 你拿回去看看 尽快答复我好吗 谢谢警司 警官 我送你啊 听说你要到苏格兰受训的 是啊 我还要考虑一下 你有什么意见 我不能给你什么意见 最主要应该是你自己的决定 她主要应该是我自己的决定 危险啊 你怎么下来呢 警官 什么事 小弟弟,你不要乱来啊 你们是谁啊,你们不要走过来啊 你快下来,我们是警察啊 不要,不要来抓我 小弟弟,上面很危险的,快点下来 我妈妈知道我偷东西 会打死我的 小弟弟 你想想 你跳下去就什么都没有了 世界上的父母 是不会不疼自己儿女的 你妈妈是吓唬你的 乖 快下来 我不下来 你们会抓我去警察局的 我答应过我妈妈 不会再去警察局的 不会的 姐姐不会抓你回警察局的 下来吧 下来吧 哎呀 你这小子又在那儿 玩什么呀 你看我哪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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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可以救到他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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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刚才我很失态 人有时候会脆弱的 可是这么小就死了 实在太可惜了 生死的事你说注定也好 人为也好 总之你每天过得快乐 一定很足够了 每一天都活得快快乐乐的 没什么值得可惜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不过你不要介意啊 说吧 我以前觉得你不会笑也不会哭 今天我才发现原来两件事你都会 千年女妖又哭又笑 这是奇观呢 我记得有位名人说过 快乐就如香水 向人撒得多呢 自己也一定会沾上几滴的 老实说 如果一个人放松一点 会快乐很多的 也许我没有擦香水的习惯吧 你知不知道你穿黄色很好看 是吗 鲜黄色的 上头推荐你去受训哪 一定是表现很好 表姨一定很高兴啊 你要去多久啊 大概三年吧 哇 要去这么久啊 我还没有决定去不去 干嘛不去啊 也许回来了会升级又加薪呢 太急了 下个礼拜就要走啊 下个礼拜就要走啊 这么急 有些事我放不下呀 你不用担心表姨的 我会照顾她的了 家居 前途要紧 你不用担心吗 两天后才答复啊 明天可以再决定吗 你自己考虑清楚啊 我替你一把汤热了啊 走 警官 走 又要送花给人家 真是烦死人了 喂 你这个人哪 特意送你一朵花 让你有点生气 你也这么多花 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那你要不要呢 那只好要了 白天娜 这么大手笔啊 美人一份啊 男朋友送的 不用替我省钱呢 白天娜 我真是看不过眼呢 太不公平了 怎么了 西勇军这只呢 就用花瓶 她那只呢就用玻璃杯 太不公平了 是啊 怎么样 我知道了 一定知道徐警官有机会受训 魂类一定升职 所以这么快就献殷勤 女人就是这么视了眼哪 是啊 我喜欢八戒家居哥 怎么样呢 走 走 怎么了 美人一枝花 做标记啊 喂 她有没有份哪 没有啊 也对 警官 送给你 那你呢 鲜花很快有凋谢的 我喜欢干花 可以放得久点 谢谢 家居 警官 还没走啊 是啊 我忘了东西所以回来拿 我送你吧 不用了 我约了人 小青 还不能走啊 可以了 我给你们介绍 我同事许家居 你还要去